哈囉大家好 我是桑姊 天氣越來越冷了 真的是不想要出門 如果能在家舒舒服分吃火鍋 該有多好啊 所以這一次我就幫各位懶豬 開箱八間 在時間就買得到的火鍋湯底 雖然我貴為火鍋人 但其實我整個家族都是 所以呢我今天就邀請 年資比較高的火鍋人 一起來幫我開箱 我沒有年資很多啊 第一家是12鍋的經典爆箱石頭鍋 哇好香喔 好那我們就先喝一口湯頭 它就是經典石頭火鍋 醬油跟魷魚爆炒啊 沙丁米爆炒很香氣的意味 你可不可以不要只顧著喝啊 不會太濃厚 然後也不會太清淡 就很舒服 不管我現在要先吃裡面的料 裡面呢就是會有蔬菜肉類 火鍋料還有冬粉 然後西湯汁我們比較一下 各位你吃火鍋 你就是爛菜派 還是脆菜派呢 那我個人呢是一定要吃爛菜 那身為一個爛菜派的 周時有負責呢 我覺得它吸了這個12鍋的湯汁 是有這個透進去的 就是它那個鹹鹹還沒被 進到這個糠米菜裡面 我覺得我剛才配那個水晶餃剛剛好 因為水晶餃它裡面比較鹹一點 配這個剛好冰糖 那我覺得它這個湯頭啊 是要配沾醬的湯頭 我覺得不用欸 如果你是吃肉的話就要 其實我是有拍過石頭火鍋生死肉 你可以去那一集影片看 雖然說它是石頭火鍋 我覺得它其實沒有很油 我覺得這一款算是 石頭火鍋比較清爽一點 對 是清爽一點 12鍋的湯底呢 它一包是198塊 我覺得它還OK啦 因為如果它2到4人份的話 其實平均下來也算滿美的 個人是會回購的唷 我會回購 第二家是來自 無老鍋的黑蒜豬菇土雞鍋 聽起來就很補耶 我剛剛在煮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多的是那個 菇的香氣 香菇雞湯那個掉掉的感覺 欸 它這個雞湯黑蒜的那個顏色很深耶 醬油味比較重 對 我以為醬油比較重 好像蓋過了它 雞湯的感覺 對 黑蒜味沒有很重 我覺得其實就很像 原味湯底要加醬油的那種感覺 很仔細很仔細很仔細 你才會有感覺到有 有一點青油味 它裡面有附一些 原本湯底就有的雞肉料 跟香菇 香菇其實有蠻木味的 不是太厚實的那種 它比較薄一點 我剛剛看啊 它湯頭裡面大概就是兩大塊雞肉 跟一些小酥肉 感覺是拿來熬湯牛的 它吃起來有點柴 乾柴 這個其實可以不加醬 它不是會讓你想要一喝再喝的湯頭 對 最多是什麼 醬油味 沒有什麼變水度 我哪一天在全聯湯就有包裝 我可能忘記它的味道就整了 那無老婆這包賣是賣199 我覺得也算還OK啦 差不多18幾 19幾 那種都是比較正常的價錢 但我覺得人家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就會想要買石頭 個人是不會回購的唷 我也不會 所以我找不到其他的東西 第三家是來自君悅酒店的 椒圓濃膽石斑魚湯 哇 君悅酒店的好期待 先跟我說有沒有看到石斑魚湯 沒有 它應該是用魚的部分去熬的湯啦 它其實裡面也是有料的 板豆 豆包 還有一些蛋酥什麼在裡面 可以喔 這應該很上到 這就不是溫飲的 它很鮮耶 對 它是非常集中的鮮感 然後直接咻 刺在你舌頭 在你昏昏玉碎的時候 吃到這個就醒來了 你吞下去它的那個魚 會是不是殘留在你口腔裡面的感覺 我好像很少在湯頭裡面吃到是 魚湯類型 好 我來吃看看它裡面內建的 板豆腐 豆腐很好吃耶 超嫩 它不是讓你討厭覺得很無聊的板豆腐 它是豆的香氣都很足的 豆包非常嫩 在這個膠質這麼厚的湯頭裡面 蛋酥就增添一點比較清潮的口感在裡面 蠻多的層次度 這包多少 189 這包180 很值得耶 我覺得心質很高耶 而且它光是有內建豆皮 跟板豆腐 還有蛋脂 我覺得就很值了耶 它比較不是那種大就可以理解的湯頭 有點小fashion的感覺 個人是 我會回購的 它是好吃啦 只是比較不好 我個人的胃口 我會回購啊 因為我喜歡海鮮鍋 我覺得很多海鮮鍋 它們都主打什麼泰式酸辣海鮮 比較沒有什麼海鮮清湯 因為它很有種 還用清湯 第四家是來自 義豐堂的 辛味豚骨鍋 義豐堂呢 是來自 非常有名的 連鎖拉麵店 重點是 拉麵給我推出火鍋湯底 在跟我開什麼玩笑 我真的有沒有辦法想像拉麵湯頭 來煮火鍋 感謝完美趕快囉 欸 其實它這個味道 不會那麼有拉麵感耶 我可以想像的說 它跟火鍋湯頭 搭起來其實是還蠻辣的耶 這有意料之外 它好像有為了這個 果鍋的取向來做一點調整 這個湯頭呢 就只有湯疊 它沒有附任何的料在裡面 它一點都附油 可是它上面有看到一層油 其實那些應該是辣油之類的 很舒服的溫熱感 那我們來試看看這個義豐堂湯頭 配冬粉是怎樣的感覺 蠻搭的耶 欸 這湯頭我喜歡的耶 原本這種湯頭 其實在全臉 我是會吃之以不買的耶 但是它現在吃起來 真的是很符合我們台灣人對火鍋的期待 可是它同時又有保留一封糖的 一全鷹子在裡面 它有那個臀骨香氣 可是不會受到太濃厚的感覺 所以它的臀骨就很像你是火鍋店店那種白湯 但是呢 它加分的地方就是它有多了一些 它那個蜜製辣油的味道 這個我很喜歡耶 那這個義豐堂的湯底呢 一包是228塊 小貴啦 但是我個人覺得 哎呀 你去外面點火鍋湯頭那種 加30加40嗎 你再加40下去 沒有關係啊 我要回告 我也要回 超讚的義豐堂讚 你餓了是不是 喔 不能只有姐姐吃火鍋 你自己也要吃飯是不是啊 好了你不要急啦 好了你今天會用啦 你不要吃那麼快啦 這款貓娘真的是妹妹 貓神最喜歡的義官 我覺得這個私量家庭中 應該比我們任何一個人的地位好再更高 是不是因為裡面有加入洋醉肉乾 所以你才愛它多過於我們啊 它這裡面的乾糧 是使用冷凍的生鮮絞肉 低溫脫水之成的唷 不但每個乾糧都充滿原肉的香氣 蛋白質涵蛋也很高喔 你看 年年愛吃到不行 連大片形狀都很漂亮 我真的是不懂 為什麼她這麼愛吃 你這個笨女人 這裡面的這個凍乾肉肉 先用新鮮洋肺 能凍乾燥切塊後 再加入乾糧的 厚度都差不多一公分 很好咬耶 嗨 比你還用心 而且也許它乾糧比起來 這款乾糧如滿滿的原肉香氣 也把肉跟著我們貓咪需要的養分 還有加天然貓草纖維 每次都幫助我們這種 住家裡的貓 排毛骨腸味 奇境 都比你總抓住貓咪人味 你可真沒用 蛤你又吃完了 好啦好啦 姐姐再給你一點bonus 貓咪呢 如果他們配一些罐頭的話 可以增加它的補水 因為貓咪就覺得很不愛喝水 它是低熱量 用雞大骨的高湯去熬製的 所以它沒有加任何一滴水 你看海邊水都喝完 而且這個吹毛球吃的 凍竿零食啊 你可以當零食吃 然後如果他們食慾不好的話 你也可以加在乾糧裡面 讓他們配自己吃 雖然你好像沒有食慾不好的時候 凍竿啊 不是只有貓咪可以吃 狗狗也可以吃的唷 那我個人真的非常推薦奇境貓糧 我真的完全可以感覺到 我們家貓咪有多愛 所以如果你家有養貓咪的話 我真的非常推薦你 可以到底下資產的連結 進入官網 只要用我的折扣碼 去購買下單 不現金了 就可以獲得奇境貓糧的試吃包 兩包哦 而且限量只有兩百名 要兌換的話趕快去賣 第五家是來自這一鍋的 米藏老火湯 非常的香啊 你聞到嗎 還有一點點 不錯耶 它胡椒味真的很重 而且它蠻甘甜的有沒有 豬骨的味道 然後還有白胡椒香氣 回甘的是那個藥材的香氣 這個進到高度就很好吃 我膠味會巴在高度就在上面 我認為有一點會辣 它裡面有一些料 是一些薑片什麼的 所以它兩種不同辣的層次 喝這個湯剛剛好 所以可以去賣 它屬於蠻耐吃的老火湯 這一包的價錢呢 199 還算OK啦 你會回購嗎? 有啊 那我個人呢 應該也是不會回購的唷 第六家是來自 馬辣的宮廷花雕機 從第一包到現在 我唯一比一包聞到這麼香 哇這個湯清爽耶 很有那種加常的雞湯感 但我覺得它的那個酒味啊 沒有聞起來這麼深厚的感覺 它比較多的是那個雞精感 這個湯我喜歡耶 都會回購喔 太快了吧 而且我覺得這個媽媽應該蠻愛 因為它有那個比較溫熱的那種藥材感 然後配合枸杞的一些甘甜香氣 但其實它鞋度蠻夠 三次高一菜OK 它的湯真的是我目前拍下來 它的油最少的 這一款就是一個很好喝的雞湯啦 但是如果你要說它是很好喝的花雕肌 也不一定 因為我經紀人說呢 他覺得 吃到最好吃的花雕肌是那個泰酒對不對 但是那個就比較貴 那個有一些料啊 喉頭骨什麼就要三百多塊 那這個我今天發五算是 好啦我剛剛提到價錢 我覺得OK啊 我跟人說要買購的唷 我也是 第七家是來自寧記的酸菜鍋 噔噔 欸不錯喔 有酸耶 欸這個如果真的蒜白的會蠻好吃 它裡面呢其實就有內建大片的白菜在裡面 白菜好吃耶 真的蠻舒服的 因為我煮的高一菜還好吃 很軟嫩 這個吃的時候會越吃越開胃 我覺得這個酸白菜真的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更驚豔一點 它鹹度酸度還有桂桿的程度 我覺得都還蠻夠味的 想這個一包要有多少 一包 欸 可以啊 很便宜耶 它還多附幾根白菜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我會回購耶 我很壞 尼巴家是來自莫仔羊的川味鴨血羊肉爐 莫仔羊是那個賣羊肉的莫仔羊喔 竟然也出了火鍋湯底 重點是它這個羊肉爐裡面還給我混川味鴨血 哇好香喔 那個就很常吃莫仔羊的唷 要憑這個我們家都有資格了 第一次看啦 這麼振奮 哇 哇 哇 這是羊肉爐 終於吃到像樣的了 它很辣很麻耶 一進去它就會在你喉嚨那邊開啪了 後面小孩沒有在從喉嚨再出來那樣的味道 那它裡面內建了就好幾大塊裡面要鮮 還有幾個羊肉塊 對它其實很嫩很爆水的那種 它不是那種撕裂感太重 可是你可以一咬下去它裡面就爆湯汁出來 對 而且軟Q軟Q的就亂 對 可是超最快的是它爆出來那個汁 這樣有羊味 欸它的羊肉是附這種裡面有一根骨頭的這種羊肉 不然說它瘦肉的部分小柴 但是它這個骨粘肉的部分很香 骨頭是可以咬碎的那種 很像去吃韓國的那種雞湯有沒有 骨頭就跟它咬碎 這骨頭好好吃喔 一咬就碎開直接融化在你嘴巴裡 我快辣死了 可是我還是要努力的吃因為它很香 大家真的要避開那個辣油 那個辣油真的好滿 哇這個有在辣喔 如果你是愛吃羊肉的話 你可以吃吃看幾個PLUS版本的特別款 結合麻辣波跟羊肉油的感覺 重口味的代表 它就這麼澎湃我們要先問一下它價錢多少 對那比是多少 266 目前下來最貴 那這一款呢我應該是不會回歸 但是它還是好吃的啦 那我覺得我可以接受了 好那我們現在要吃完八鍋了 選下我們的前三名 那我個人第三名會給寧記的酸菜鍋 因為我覺得那個酸菜鍋很便宜 而且白菜又給很多片我覺得很爽 第三名我會石頭火鍋 它很質服 然後讓我覺得很溫熱 那我的第二名是十二鍋的石頭火鍋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是很百搭啦 我的第二名是那個宮廷花雕 那新馬辣的 對 冬天到了 可以補一下 那又不油膩 有時候你吃那種都太油膩 那我的第一名是 一豐糖的豚骨鍋 我真的超級驚訝 我會選它為第一名 我一看起來你不看喔 它想說 拉麵還在秤鍋底這一咖 我剛剛是想怎樣 結果吃下來 最好吃 我的第一名是酸菜鍋 真的喔 真的 那個酸不會太酸 因為其實我們全家都有吃 好經濟人都有吃 其實我們這個名單是大家都一致認為 我覺得還不錯 那如果想再看我看一下更多 平民開箱的美食的話 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想要看我們跟老媽咪吃什麼東西喔 如果喜歡這期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 開啟小鈴鐺 再給她記得按讚喔 我也非常感謝你 那想知道更多我的個人生活的話 解決我IG喔 媽媽沒有IG 因為她沒有人氣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記得留言看要加食材